嗨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明日香跟真理的前人解放資訊 那他們需要的話就是用這個神之魂寵的力量來前人解放成這個改 二奧基 然後真理這個臨時五號基改成這個 會進化成這個AVA八號基 BETA 這應該是念BETA吧 然後以更強姿態迎戰 那前人解放之後就變成這個眼罩明日香 那另外呢前人解放之外呢 這張簡人解放後的明日香還可以再變身 變身成這種獸化第四形態 這個蠻OP的 這個等下大家介紹一下 明日香的話 前人解放需要三個神之魂寵 那真理的話需要兩個 因為真理是小獎吧 那再來的話 這是獸化型態的這個美術圖 我覺得非常不錯 非常不錯 那首先我們先看隊長技的部分 隊長技的部分就是稍微加強這樣子 倍率提升 然後生命力回復力這個部分也是提升 然後這個是一樣的 然後最後面 最下面這個消火越多 原本最高是達到單邊四倍 那十二顆四倍 那現在變成十六顆五倍 那雙隊長的倍率的話 大概是增加了接近兩倍左右 所以算是加強蠻多的 這個改 然後再來他們的隊伍技能的部分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大概就是 我看一下 一樣的地方就是絕對領域 一樣是三萬五千點 然後必然延長轉租時間 這個是有提升的 因為原本的話 多一隻明日香的話是多延長 必然延長一秒 那這邊的話你帶複製人 不管是哪個型態 解放前解放後 或者是不管什麼型態 他就是每多一隻多1.5秒 這個轉租時間延長 這樣子 另外轉化 轉化他這個火強化符石 是依照原本的這樣子 那隊長戰友追打這個也是原本的 最多追打9次 消45顆的話 那另外呢 額外多的呢 就是這個火符石 首批二消 那樣這樣子很多 有時候玩明日香當隊長的時候 就是火珠很多很難切開嘛 那這個多了首批二消 這個combo就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再來呢 明日香無視固定連擊盾 敵技 這邊 你只要是明日香 不管是哪一個型態 他都是無視軍連擊盾 不管指定幾C啊 都直接無視這樣 然後再來EVA同步率 跟無視敵人絕對領域 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 那原本的主動技能就很好用了 就是固定的版面 五鼠跟星的神族強化 而且還會手批掉 一大坨的火珠這樣 另外會刷新絕對領域 那這個也是一樣刷新絕對領域 另外技能就完全變不一樣了 他變成一回合內延長到7秒轉租 延長7秒轉租 不是延長至7秒轉租 延長7秒 所以 字面上意思來說的話 應該是 多7秒 的轉租時間 原本比如說10秒 就是變成17秒 字面上看起來是這樣子啦 然後CD變短 CD5原本是CD7 然後移動符石時 碰著手7力符石轉為神主強化符石 然後神主攻擊力回復力2.7倍 那這個的話 其實提升得非常高 算是CD最短裡面 增傷跟回復力提升最高的一張卡片了 所以這張卡 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拿到 不管是以後啊 不管你要 比如說神主要打一補盾 回復力2.7倍 這個應該算是目前最高的了吧 然後CD5就給你2.7倍的增傷 只能說他跟他這個解放前的效果 功用完全是不一樣的 解放前的話就是固定版面 解這個 無屬強化 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留一張解放前的 明日香 然後一張拿來解放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2就是變身啦 CD7可以變身 變身之後自身進入這個7回合的 隱命輪迴 也就是說齁 七回合之後 他這張卡就會掛掉 就沒有用了齁 就變成垃圾 就不能發動攻擊 也不能發動技能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其實就是要看 時機去變身 齁 不是說想變就變這樣子 我們正常卡片就是 欸 能越快變身越好 但是他的話呢 齁 要看一下光卡資訊齁 呃 看什麼時候變身最適合 那七回合後他就GG了 但是他變身的這七回合非常的OP 自身攻擊力回復力3-7倍 而且每回合他不用開技能也會自動把隊伍的絕對領域刷新 齁 反正就是強這七回合這樣子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變身 變身後的這個獸化型態齁 到底有多強 齁 隊長技能又呃 其實是倍率是差不多的 齁 只是多了一個齁 每消兩組服食 額外增加1combo齁 也可以解決他這個隊伍就是combo比較低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齁 增加EXcombo 他是增加EXcombo 來提升隊伍攻擊跟回復都有加成啦 那隊伍技能的部分呢 呃 原本是轉火牆變成火神族強化 齁 然後隊長戰友最打這個都一樣齁 但是火珠從首批二消變成首批一消啊 走出二消升級的首批一消這個就有點OP了 齁 不過就是只有強制七回合 那再來 無視固定連擊這個原本就有嘛 然後新兼具火珠齁就多一種兼具珠這樣子 不過版面其實本身就是 火珠就比較多啦 所以這個算是微微的小增傷這樣子 那AVA同步率無視絕對領域這個都跟原本一樣齁 那接下來呢 變身之後他就變成EP型態 EP的話雙技能 第一個技能的話是EP6 發動技能他有一個非常大的副作用齁 每回合開始的時候呢 或者是發動技能當下會扣除自身總生命力50% 最多扣到一血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把你自己扣死 把血量扣死 那自身攻擊力回復力2.5倍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頭尾擊傷追打型的隊長 所以給自身攻擊增加也是合理的 那再來AVA駕駛員不會被封鎖主動技能 效果持續是生命力唯一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防鎖啦 如果你放在AVA隊裡面的話 你可以用這張卡來防鎖 不知道下禮拜的地獄集會不會做球給這張卡 那因為之前AVA他就是 他的10抽卡裡面就是沒有解鎖這個類型的卡片 那現在有了 現在有了 然後再來第二個AVA的EP技能 獸化型態EP6 這個需要EP6 第一個技能也是EP6 兩個都EP6 正常來說變身之後是EP12 所以他等於是同時可以開兩個技能 然後再來第二個技能非常的強 所有扶持轉為固定位置數量的 這個火神組強化跟新扶持 然後隊長會AVA駕駛員發動技能後自身EP再加2 然後 所以你放AVA那個隊伍裡面 其實他就等於是 開完之後再多加2 等於EP4就可以 也不能這樣理解 反正他就是 你開完之後他會多加EP 讓你回這個EP更快這樣子 那他好處就是固定版面 然後再來呢 所有成員五四三屬及五屬盾 這個 雖然說他前解之後的技能沒有解五屬盾 不過他這個前解變身之後的二技 可以五四三屬五屬盾 所以如果遇到五屬強化什麼的也是可以解的 也是可以解的 但我覺得還是要留一張齁 沒有前解的 然後再來這邊齁 因為他火扶持首批一消 就是變身後的明日槍隊長 那如果他這個固定版面 2技能開出來固定版面這樣子 他combo就會很高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這邊15嘛 這邊至少就15C了 然後再加上新珠下來 有沒有 這樣子要打高combo盾的時候 直接開明日槍 三屬五屬盾 明日槍這張卡 真的是非常的實用 不管是對於EVA還是對於神竹隊來說 加上他自己本身的隊長價值也提升非常多 原本的話就比較偏速刷型的隊長 比較沒有像真士生存力什麼的這麼強 但是他變身之後 或者是這個前解之後 算是有加強蠻多的 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滿滿意的 好接下來呢 來講真理這個 前解之後的技能 真理的話呢 他的主動技 主要是主動技 畢竟他是小獎 他就是多了一個引爆風化符石 他原本只能引爆木跟自身直行 他引爆風化符石 來掉落木神族強化符石 原本只掉落木強化而已 就是主動技能加強 然後多了一個炸板的功能 炸風化的功能 接下來呢 一回合內木兼具其他屬性符石效果 那原本的話是只有間距50%而已 然後再來無視黏符 無視黏符 這個也是之前沒有的 而且這也是這個EVA大獎裡面 比較 比較克制EVA的隊 的盾 所以這邊多了一個無視黏符 遇到黏符的話就可以用這張 然後每首批消除一粒種族符石 增加一連擊 最多增加8combo 就是打高C盾也是可以用這張 遇到光卡裡面有黏符 有高C盾的話呢 就是用這個真理去打 然後個人還會追打 最多追打8次 但是這一張的話你就沒有像 原本的真理一樣有那個迴避的效果 所以我建議也是原本的可以留一張 然後再拿一張去解放這樣子 雖然說他們解放不需要自身 只需要神之魂蟲 但是我覺得解放前解放後的功能不同 還是都各留一張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這兩張 真理跟迷之箱解放的資訊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小鈴鐺 喜歡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